据港媒报道,周星驰被前女友余文凤追讨进7000万港币的豪宅以及基金投资分成 余文凤指出当年没有签订合约 但是双方曾有口头协议 让他从周星驰的投资获利中抽取10%的分成 但是周星驰表示,虽然说过会把投资利润分给余 但是那只是恋爱中的情话,并非建立法律关系的承诺 两人1997年发展为情侣 直到2011年分手,共计交往13年之久 分手之初两人亦是朋友 可是从2012年开始便反目成仇 多年过去,两人也将再次对博公堂 余文凤和周星驰的故事说来话长 提起余文凤,首先会想到的必然是余靖波 余靖波名号响亮 香港建设空股有限公司的掌权者之一 身价数十亿港币 虎父无犬子 大女儿任职连锁集团大股东 大儿子是上市公司执行董事 小儿子也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小女儿余文凤早年更是靠炒房就赚了22个亿 和出身贤赫的余文凤不同 周星驰则出生在香港九龙的一个普通家庭 七岁父母一亿 18岁时进入电视台进入演艺圈 2002年凭借喜剧《少林足球》获得 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男主角奖 最佳导演奖 2003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无厘头的表演风格收获了大批影迷 I'm Hongkongese I'm Hongkongese 42 years old right now I don't tell anybody I was actually a host in the children program on the back screen and then become an actor A movie actor Almost an award winning movie actor in fact In dramas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career Oh yeah And then Like a supporting actor Yeah Taiwan was it? Yeah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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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ilm award Again for people who don't know You've done more than 30 movies The movie they have in their DVD player now Is the highest grossing movie in Hongkong history Kung Fu Hustle Yes 最早余文凤也是周星驰的影迷之一 机缘巧合下 两人逐渐成为好友 一来二去升级为恋人 一个是眼光独到的白富美 一个是出身普通但才华横溢的喜剧天才 虽然出身不同 但是传闻两人十分默契 都喜欢低调不太追求名牌 有传闻表示 于文凤过去替新野理财13年 一度为他好赚10亿 帮周星驰身家涨到50亿港币 甚至成功辅助周星驰成为上市公司比高集团的最大股东 直到2010年两人惊爆分手 周星驰活速搭上了现年21岁的模特罗凯珊 余文凤恢复诞生以后 立刻活跃在民元界 迅速和香港创新银行二代 现年54岁的尿饶城交往 被媒体拍到实质紧扣 针对此次纠纷 有岗位爆料说余文凤不单是为了钱 在交往期间 他全心全意替周星驰赚钱 但不仅被周妈妈嫌弃 而且十三年都无名无分 所以此次的诉讼有报复的意味 因为他并不差钱 网友表示 近年来周星驰真的有一点重判勤明的感觉 和前女友从来就是做不成恋人就成仇人 排档对他也没有什么好的评价 女女他也找我去拍 但是那个时候我身体还不行 我就拒绝了 我相信他也在行 到底什么原因让我们互相都没有联系了 互相都没有关怀了 他现在身份都一样了 他当老板了 财富也都非常棒了 话说周星驰已经很少有新作品上线 这次重回公众事业 还是被前女友起诉 都说分手要体面 可是嘴上说起来容易 真正做到却是奶上加难 白扯了八年 前女友可能真的只是想争口气吧